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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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終於來到 2023年了 是2023年,不是2022年 2023年1月初 每年1月,香港都有一個 很大型國際級的 首三大的國際城市 玩具界城市,就是香港 玩具展,英文就是香港 Toy Sam Games Fair 今年我們都來到,講一次香港 Toy Sam Games Fair 今年我們來到做幾件事,跟大家 行了一個tour,另外專訪了幾個 bouvore 還有就是自己會再走 今年其實我覺得人是沒有以往 因為適合疫情坎開,但我相信 其實更方便我們有心人 行內人互相交流 很開心地,很舒服地走一下 bouvore 還有真認真真地 深入地和大家 互相去談談一些商業方案 我自己真的會再來 但今天看到整個tour 朋友,很多人 有16人 來到當中一起看 另外訪問了三個餐點商 都是非常之正的 如果你不相信,儘管看看 我們三條片,很精彩 好,今年和大家帶了到相團之外 我們也約了幾個餐點商做了專訪 其中一間就是我在後面這間 Pantasy 在我後面有一間Pantasy 看看名字可能有少少陌生 但當你看到它的產品 絕對不陌生 一間我們進去訪問他們一些負責人 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 在我身邊的美女就是Jana 她是公司的Global Marketing Director 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公司嗎 好,那我們公司的中文名字叫Pinchi 然後品牌的英文名叫Pantasy 我們是一個主要做積木玩具的品牌公司 那麼在哪一年開始的 我們是2020年成立的 所以應該是剛剛入到COVID那天 所以是不是很困難的這兩三年 可能相較比較困難的是在2022年 那時候就是整個疫情的影響 然後消費品行業是比較低迷的 大家對於這種精神消費的需求也不是很高 但是也是在這一年讓我們拼起的海外部門成立 讓我們更加發現我們要盡快地走出國門 然後去走向全球市場 對,這個是真的,因為我發覺你的公司的產品是很厲害的 就是後面的那個Extra Boy 就是很出名的 所以在你們成立了情力之後 就是你們公司為什麼就是叫這個授權 因為在內地很多公司啊 他們就是向另外的方向去走 不是做這個授權的產品 但是你們選這個license product 為什麼呢 對,首先我們公司的主要競爭力是研發 就產品的研發和設計 那我們的研發理念是要打造 面對成人市場的收藏及積木 那這個收藏的價值 它就來自,第一個是來自產品本身 第二個,如果是有IP授權的 就一定是要正版授權 才能達到它的收藏這個點 對,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我們創始人的一個初心 就它希望能夠做出高品質高質量 能夠獲得市場認可的國產積木品牌 對,所以我們所有的產品 所有的大IP的產品都是正版授權 嗯,但是如果你們拿到手券 還有這個購計量 這個就是價格的競爭就是很大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內地很多公司品牌 他們最喜歡用的方式就是最便宜 還有這些就是咖哩滿美 但是你們面對的就是他們是很大的競爭對手 首先可能是我們做的市場會不太一樣 對,我們希望能夠面對的消費群體 它是首先對積木是比較了解的 對,然後它也是不僅僅是喜歡買來嘗試 然後更多是能夠認可積木產品的收藏價值 能夠認可它的潮流感 對,那雖然說我們有了IP的加持 確實是會提高成本 然後會讓我們的售價可能相對其他的 國產積木品牌它會比較偏高 對,但是我們也不會因此放棄我們追逐 產品品質以及追逐IP授權的這個點 對,因為我們堅信就這個市場它是越來越成熟 然後也是逐步的在增長 那我們總是會摸索到我們目標的那個群體 對,當然就是我們也會出一些 Original Design的產品 它的價格就會稍微比較便宜 然後打母音市場的 所以我們也有做用戶的分級 然後會針對不同的用戶群體去設計出不同的產品來 可以先介紹一下你們剛才做得很不錯的 Extra Boy的產品嗎 對,這款產品的話是我們現在Top 1 Sales的 然後每一年在全球可以賣出20萬套 對,然後這款產品我們整個設計和研發過程 是歷史一年的時間 對,它的特色就是AB面 對,有結合這個機甲透視機甲的設計 然後另外的話它還有帶燈款 對,我們還有一些帶燈的零件 可以讓用戶自己去把它做一個升級和設計 然後這款產品目前為止是我們銷量最好的 那而後的話我們今年也發售了阿同木的第二版 叫Awakening Moment 就覺醒時刻 對,這個的話它的特色就是 阿同木它是在一個膠廊裡面 然後臉部是開膜 以及我們也帶上了博士的角色 對,這個它的重點是場景 然後這個是可能是阿同木的獨立的一個人在這裡 剛才你說這個Extra Boy做得很不錯 反應也不錯 賣了20萬套 所以你們主要的市場是在內地或者是在外國 目前為止的話我們海外的市場是在增長的過程 對,如果是以銷量來說的話 還仍然是國內內地佔有比較大的一個比例 但是如果以發展速度來看的話 或者是我們銷售的速度來看的話 我們的海外市場還是更加強勁的 對,這個是不是你們公司第一次來香港去走加南的原因 是 對,我們目前為止就希望可以更快地去開拓海外市場 不僅僅是賣給C端的客人 我們更多也是希望能夠結識更多的經銷商夥伴 或者是在海外做Holesale D2C的這種Business 對,然後希望可以通過這個展會 可以讓更多的B端的客戶可以認識到我們 然後也可以Face to Face來跟我們交談 以及親眼看看我們的產品的Display 今天是第二天 所以你對進去展覽有什麼期望 目前為止的話我們也通過這一天半的時間 有認識蠻多經銷商朋友 對,那接下來還有兩天半的時間 我們是希望後面人流量可以更大一點 然後可能也希望可以接觸到來自更多區域的客人 我覺得你們公司的場面真的很不錯 還有你們有自己選擇一個不同的路 就是跟你那麼競爭的對手就是很不同 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很多空間你們去發展 我一定很,一定我祝你們將來很成功 謝謝謝謝 好,謝謝你進來 好,謝謝 拜拜 拜拜